被军统和戴笠暗杀的都是哪些人 戴机撞戴山 与农死语中 老一辈的人谈戴笠 总会说起这么一句话 七十年前的三月十七日 南京风雨交加 国民政府军统投资戴笠的飞机撞在戴山上 民国四大特务之一就这么一命呜呼 天下华人 老蒋苦云在厕所 然而对于很多人而言 戴笠的意外死亡是十分喜出望外 值得放鞭炮庆贺的 毛人凤还有 毛人凤既任局长之位 从此发迹既不是黄埔军校初审 更不是军统初创成员的他 凭啥能当局长 因为他和戴笠是同学 同乡而且沾亲带故 大家都懂 作为特务机构军统局的副局长 严格说来 由于自立前 戴笠一直都不是军统局的局长 只不过局长了解蒋介石的用意 从不干涉军统具体事务 实权一直在戴笠手中 甚至连军统内部 很多人都不知道戴笠之上居然还有正局长 戴笠在任期间 刺杀人数高达259人 细数这些被害者 很多人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 从这一点来看 戴笠简直就是天诛地灭 应该下18层地狱的冷血杀手 一 被戴笠刺杀身亡的人中 有以下三类 第一 民主人士 代表人物 1934年11月 及鸿昌查随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 1933年6月 杨信伯 哈伯高台生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 总干事 1934年11月 史亮才 申报总经理 这些人怎么就送命了呢 首先 国民党不会静静地坐等被推翻 受害者必定是存在很大威胁 才会被了结掉 其次 戴笠是三民主义的绝对拥护者 戴笠不是文人 不会无文弄墨 没有理论储备 没法口诸笔法 所以 他就把唇枪舌剑变成了真枪实弹 对准了拥护马克思主义 无政府主义等的遗敌者 由此 戴笠被上骂名 第二 国民党党内蒋介石的政敌 代表人物 1938年1月 韩复举 山东省主席 因为与蒋介石不合 不听国民政府命令 抗战时消极臂战 擅自撤离山东战场 如今也有资料说 韩复举一枪不放不战而退是不确切的 需要继续研究讨论 1938年9月 唐绍仪 哥伦比亚高台生 民国第一任国务从领 唐绍仪熟悉民国史的人都知道 唐绍仪简直就是一个恩面派 和多方关系暧昧不清 备胎无数 抗战时 与日方暧昧 方间盛传日底 你利用唐绍仪等组织 华中委政府 很多人说 都是一起打江山的兄弟 刺杀他俩真的太不仁义了 其实 这些都非戴利本意 不过是依照老蒋的命令办事 很多时候也是无可奈何 戴利虽然信仰三民主义 但他也有十分传统的一面 中义 为何他能够深得蒋介石的信赖 军统局第一把交椅 一做就是八年 就是因为这一点 第三 清华日本人和汉奸 代表人物 1933年5月 张静尧 北洋晚戏军阀骨干 汉奸 1938年2月 王克敏 为华北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汉奸 但是此次刺杀行动没有成功 王克敏于1945年10月 因汉奸罪被捕住狱 12月在狱中辅毒自杀 1939年2月 陈陆 巴黎大学高台生 中国第一位获得法国法律学士学位的留学生 北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长 汉奸 1939年4月 陈西庚 为华北准备银行总经理 汉奸 1939年9月 纪云青 青帮通自卫大流氓 汉奸 1940年8月 张孝林 于黄金荣 陆月生 并称上海滩青帮三大亨 汉奸 1940年10月 傅晓安 北洋政府高级顾问 上海总商会会长 北上海市长 他是弹力所刺杀的最高级别汉奸之一 1940年11月 高月保南爵 日本天皇特使 1941年6月 赤木钦之 日军驻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处长 1944年4月 陈耀祖 方委政府广东省长 汉奸 一系列对清华日军的袭击 1938年11月 军统苏州战特工人员 制造千马号爆炸案 共计炸死 炸伤日后175人 1939年6月 金陵独酒案 为打击占领南京的清华日军 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工作的 詹长林在酒内投毒 中日日委官员招待日外五次关清水 刘三郎宴会之日 零属官员两人毕命 1939年8月 军统广州战发展了 在驻广州白云山日军海军陆战队 第115连队晋田部队做厨师的李昌德 将准备好的毒药掺入饭菜 使日后官兵数十人中毒 19人毕命 1940年12月 军统武汉区特工人员 对驻蔡电日军警备队发动袭击 日后官兵11人毕命 1941年4月 军统领导的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 在上海洪口区炸普路 海宁路两家电影院安放定时炸弹 炸死炸伤日寇22人 1941年9月 电令军统广州战特工人员 对日寇军事机关进行爆破 撤离至海珠中路时 军统广州战第三组组长 江志强 入狱日本县兵队 当日寇走近身边时 江志强将炸弹引爆 与五名日寇同归于尽 对比以上三类刺杀名单 第一类三人 第二类两人 第三类十五个汉奸 加上236个日寇 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 对于抗战的胜利 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二刺杀名单之另类被害者 首任金兰 1936年10月 王亚乔 斧头帮帮助 于戴笠 胡宗南结为金兰兄弟 被称为暗杀大王 暗杀松户警察厅长徐国良 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 上海招商局总办赵铁桥 日本派遣军司令白川一则 国民党外交赐长堂有人 遂 刺杀汪精卫 宋子文 蒋介石 未遂 1936年10月20日 在即将投奔共产党之际 被戴笠暗杀于广西吴州 很多人 以王亚乔对次来诟病戴笠冷血 国民政府打老虎 1940年12月 林世良 国民政府财政部经理 贪污受贿 被活埋 1940年12月 杨泉宇 成都市长 因操纵粮食 囤积狙袭 引发强秘事件 军法审讯 判处死刑 公开枪决 三 刺杀丹之命对应者 汪精卫 1939年3月 派遣 陈公书等人 潜入越南河内居杀汪精卫 事称和内刺汪 1939年5年5月 派带兴 吴庚树 赴上海追杀汪精卫 1939年7月 派平福昌 谭保义 赴上海刺杀汪精卫 1939年10月 派陈三才赴上海刺杀汪精卫 1939年12月 海黄一光 邵明贤 上阵生 赴南京刺杀汪精卫 一年内刺杀了五次 全都化险为夷 汪精卫简直开了外挂 四张是招给戴笠的婉联 生为国家 死为国家 平生俱侠一封 公罪盖官游未定 名满天下 傍满天下 乱世行春修士 是非留待后人品 有人会说 戴笠刺杀的人肯定比这多得多 可是 事实上有名有姓的被刺杀的人物并不多 说戴笠是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 也不够客观